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小姐好多小伙伴都知道酸儿辣女这个传说 因为据坊间传闻 孕妻爱吃酸的就是儿子 爱吃辣的就是女儿 但是小编表示我嫂嫂孕妻爱吃酸的 但是生了个女孩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科学家竟然表示有一句 不少孕妇在怀孕初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恩惩反应 这其中就是包括饮食口味的改变 这与怀孕本质的激促变化 身体结构以及孕妇本身饮食习惯有关 但是和宝宝的性别无直接联系 因为孕妇体内会分泌一种叫做 绒毛膜促进性激素的物质 会抑制胃酸分泌并抑制消化酶活性 进而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 而酸胃食物能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刺激胃液的分泌并提高消化酶活性 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而辛辣的食物能够增加肠的运动 减轻孕妻额筋偶度的胃肠刀反应 科学家表示 没有研究证明喜欢吃辣吃酸 和猜有性别有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决定性别的是染色体X和Y 女性的性染色体均为XX精英型 男性为XXX精英型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虽然酸而辣也不可见 但是孕妻喜酸喜辣还是仅有可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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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